大家好 歡迎收看國行電訊youtube頻道 我們訂購的WhatsApp號是97964328 今天輸一部一億像素的電話 就是小米CC9P 我們由相機開始iesyoutube介紹 一共汽油五個鏡頭 由上至下介紹 第一鏡頭是超長焦 10倍損合光�arth變焦能力的長焦鏡頭 有OIS防手震 四軸的OIS 第二個是有50mm焦段的人像鏡頭 1200萬像素 有兩倍光學變焦 DUPD雙核對焦 1.4mm大像素 可以拍出景深的效果 或背景虛化 可以拍出人物的視覺效果 第三個是一億像素鏡頭 它有1.33分之1的大面積感光感器 可以吸很多光 特別是夜攝時非常有用 再加上它有41大像素 1.6mm 所以再加上四軸的光光防手震 在夜拍時非常有用 第四個 這個是超廣角 2000萬的超廣角 又是微距鏡頭 第五個也是微距鏡頭 是1.5cm的微距鏡頭 你看到它閃光燈 閃光燈是有一對的 這個一個一個一個就是兩對 下面這個就是閃光燈 上面這個是油光燈 變焦由1倍到5倍都是光學的 剛才提及過 去到5倍以上 5倍以上至10倍 就是混合光學變焦 4顆鏡頭 接力去對焦 最高可以去到10倍以上 10倍以上至50倍 就是數碼變焦 雙卡 無法加記憶卡 有6GB128 8GB128 8GB128 還有8GB256 256就是專響版 對 專響版 1GB像素 這裡會有個 8P鏡頭 即是8塊鏡片 如果不是專響版 就只有7塊 即是7P鏡頭 7P的意思 顏色是有三隻的 我手上這隻是綠色 另外一隻是白色 還有一隻是黑色 我們再反過來 今次CC9 Pro用上OLED 有3D曲面效果 即是兩條旁邊是曲下來的 如果你是曲螢幕的話 最好就是貼水靈膜 又或者是買一個全屏的鋼化貼 我們公司11號都會有的 會有水靈膜 我們看看會送什麼 會送水靈膜 又或者是送全屏的鋼化玻璃貼 兩條旁邊是3D曲面的 美麗就是美麗的 一定是美麗的 背部也是曲的 也是曲的 額頭 保留了IR的紅外線 下巴同樣保留了3.5mm 3.5mm Tab-C 喇叭這次是用1、2 超線性喇叭 即是有SmartPA 大功放的大功放喇叭 30W的快充 這部機的電量非常驚人 你看到它這麼小的 6.45吋 好像是6.45吋 但是它的電量非常驚人 是有5260毫溫的電池 如果你是普通的使用 你不打電話 我相信可能三天都不用充電 也沒有問題 30W的快充火牛 大概是60多分鐘就可以充滿一部機 是官方實現室的數據 在性能方面 這部機是用上中階的旗艦CPU 就是曉龍855 不 對不起 是曉龍730G 730G 這部機是處理器的 出廠預裝了 MiUI的11 Andra是在走狗的 Andra是在走狗的 我看過一些媒體的測評 用一部Mi30來比較 忘了是Mi30還是Mi30 兩部機的夜攝 其實是差不多的 是我的客人傳給我看的 你們可以自己上網去看資料 夜攝方面其實是差不多 但整體來說 可能我自己會覺得 會更好一點 會更好一點 再加上 這個CC9 Pro 它專向版的 拿給DXO Mark 拿去 測評 得出來的總分 是有121分 121分 好像是跟Mi30 還是Mi30是同分的 所以會有些媒體 介紹電話的媒體 上網 你們都知道 香港 你看看都知道 來來去都去那幾間報 報紙 那幾間網站 他們 測評 就說 差不多 真的差不多 看那些相片都差不多 看看你是否喜歡 LiKA的鏡 所以這部相機來說 拍照可以為大家有一個驚喜 這個價位 你可以買到跟Mi30系列 同分的相機 其實是很划算的 如果你喜歡拍照的話 這部 都說了7分多鐘 不說那麼多了 大家有興趣 請你聯絡我們購買 我們也幫大家安裝Google Pay 會有送貼 水嶺膜 又或者是全民工化貼 因為曲螢幕 剛才提及過 有免費一年代送國內容廠 做維修保用 我們各行顛訊 多謝收看 拜拜 拜拜